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這樣沒問題吧 我們再來講一下 講到OB 第一個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正回受 第二個就是副回受 還記得嗎 什麼叫做回受呢 就是回受點接在副端的叫做副回受 回受點接在副端啊 回受點接在副端的叫做副回受 這個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叫做副回受 副回受呢 是一個所謂的征服的作用啊 好 所以叫做正回受 回受點接在正端的叫做正回受 正回受就是史密特出發回路 這樣子啊 這個叫做正回受 這個的回路呢 就跟史密特出發回路是一樣的 這個叫做正回受就是正幅 正幅有所謂的第一個 所謂的反向輸入 還有非反向輸入 還有非反向輸入 教過你們怎麼樣去計算 怎麼樣去計算 那你可以用所謂的虛接點的方法啦 虛接點的方法算 比如說這個上禮拜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啦 沒有等於什麼 這個加這一個東西 這個很簡單 這個上禮拜有算過啦 所以算到最後變成1加R多少 RR多少 R2分之R1 R2在哪裡 R1在哪裡 好 仔細看一下R1在這裡 R2在這裡 所以變成1加R2分之R1啦 這個是所謂的負回受 負回受的什麼 非反向輸入 有沒有看到 非反向 非反向 非反向就是正端輸入 正端輸入這邊是正的 這邊就是正的 那出表的結果呢 就是V0 就是Vout 就是等於V1 就是Vin 乘以1加R2分之R1 R2在這裡 R1在這裡 這樣不要弄錯了齁 所以呢 那F呢就是等於什麼 F就是它的增加倍率 什麼叫增加倍率 增加倍率就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的倍率 比嘛 F F怎麼辦呢 就是E加R1 很簡單齁 好 我們上個禮拜 也有講到 什麼叫做 所謂的虛接點 那虛接點的算 對你來講 非常的簡單齁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復回受的非反向入力 然後呢 這邊小訊號 就可以透過這裡 就變成一個大訊號 那這個正腐的倍率怎麼算 正腐的倍率呢 就是 這是R2 這是R1 所以變成什麼 欸 講得很清楚 E加R2分之R1 R2分之R1 所以這個分之這個啦 這個非常簡單齁 這個非常簡單齁 這個是一般的所謂的非反向 沒有非反向的增幅 非反向 那也有所謂的反向增幅 反向增幅 就是這樣算嘛齁 這樣算 這個算法呢 很簡單齁 非反向 這個叫做非反向 這個叫做反向 所謂的反向呢 所謂的反向呢 什麼叫非反向 非反向就是正向入力啊 正的 這個是復回受 所謂的回受點接在復關啊 對不對 行不行 這叫非反向 那什麼叫反向呢 反向很簡單 反向就是反向 反向 反個向 反個向就是 欸 還是 復回受吧對不對 復回受 類似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它就這樣接啦 這樣接 這邊接地線 這邊出來 這是復回受 好 復回受算出來的倍率筆 就是跟 嗯 一樣齁 我們很簡單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這個我們上禮拜 應該有算過啦 你們看一下你們的課本齁 我們在這裡 不要再多講了 這裡就是V IN 這裡就是V OUT 這裡就是R次 這邊叫R1 好 出來是一個復向的關係齁 出來是一個復向的關係 那當然這個 全部可以導出來啊 全部都可以導出來齁 好 全部都可以導出來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 非反 這個應該叫做 反向物理齁 反向輸入啦 反向輸入 反向輸入之後 你導出來的公式呢 就可以知道VD點多少 就可以算出這裡的電壓 然後VR點多少 算出來呢 就是變成 他們就是告訴你是這樣算法啦 那這樣算法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不會啦 我們如果等一下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其實也不難 也不難齁 也不會很難齁 也不會很難齁 也不會很難 所以算完了之後呢 就是變成 V10等於負的 負的什麼呢 這個到最後VR呢 VR等於什麼呢 VR 就變成負的 負的什麼 R R什麼 R什麼 R2 R1 成為什麼 V1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算出來是這樣 啊自己這個怎麼算來的 很簡單就是這樣算來的 會嗎 要再算一遍嗎 要 好 再算一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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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禮拜有講齁 但是我們再算一遍也沒關係齁 既然你同學要求 這叫R2 上去這邊呢 這叫R1 這叫V1 這叫V1 等於0 這叫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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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所以這裡呢 這裡 這裡跟這裡的壓差呢 就是等於V1 除以R 應該這裡的壓差呢 是等於多少呢 V2 減V1 乘以R1加R2分之什麼 R2 這沒問題吧 到這裡也沒問題 好 這裡A倍嘛 所以這一點呢 這一點是正的減負對不對 那這一點的壓量到底是說啥 這邊是這邊的壓量是這樣 對地線而言的話 就變成 這邊的這一點A點的壓 Va Va的電壓就是等於 這邊告過去一直升升到這裡嘛 所以是變成V in plus V out 減V in 乘以R1加R2分之R2 到這裡也沒問題 到這裡也沒問題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好 所以這邊呢 A倍在這裡啊 所以這個減這個啊 它負的減六 所以0減掉 0減掉什麼 Va 乘以 A倍 對不對 等於什麼 V out 到這裡也沒問題 到這裡也沒問題 到這裡也沒問題啦 有 有點舉手快點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那如果這個位的話 那將這個把它帶進來啊 所以 A0 減這個 所以變成 負了V in 減掉 V out 全部都負的 負的進去啊 V out 減V in 欸 再乘以 R1加R2分之R2 V return 這邊 倒了V 1 有 對 這邊 就是這樣 這裡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變成 這邊變成負的AV印 減掉A乘以R1加R2分之R2 乘以VR 減V印 這R為什麼這麼難寫啊 對不對 等於什麼V OUT 對吧 對不對 這樣對嗎 這樣的話那就V印 V印 減掉 A乘以R1加R2分之R2乘以V OUT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很滑 所以會這樣子 再來加上 A乘以R1加R2分之R2乘以V IN 對不對 等於什麼V OUT 從V OUT 叫A A 3 7 7 1 1 2 1 R2 乘以 V 硬 對不對 剪掉 V 硬 是不是啊 這一項把它弄在一起 等於 V 奧 提出來 E 加上 A 乘以 R1 加 R2 乘以 R2 對不對 V 硬應該再提出來 V 硬再提出來 會變成減1 對不對 這樣看得懂嗎 A V 硬 這樣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好 如果這樣沒問題的話 那 V 奧 除以 V 硬 就是等於 底下就是 E 加 A 乘以 R2 分之 R1 加 R2 那上面呢 上面變成 R1 加 R2 分之 R2 減 1 是不是這樣子 A 還有一個 A A 還有一個 A A 在哪裡啊 A 在上面是不是啊 好 同時除以 A 同時除以 A A 加上 R1 加 R2 分之 R2 R2 減 1 底下是 A 分之 1啦 對不對 加上 R1 加 R2 分之 R2 到這裡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這個式子就 這樣就很容易解決啦 這個式子就變成 R1 加 R2 分之 R1 加 R2 分之 R1 加 R2 所以就變成 R2 分之 R2 分之 R1 所以得到 V 奧 等於什麼 負的 R2 分之 R1 加 R1 加 R1 這個式子就可以知道啊 有沒有看到 這個還是所謂的 負回送 那負回送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 反向入力啦 反向輸入 反向輸入一輸入完 做完了 再後就變成 V 奧 就是等於負的 R2 分之 R1 乘 V 奧 很簡單 我們算了這麼久 就是為了算這個式子 那 非常的簡單 所以基本上 升幅度就是 V 1 分之 V 0 就是變成負的 R2 分之 R1 那 R2 分之 R1 就是這兩個的比值啊 這兩個的比值啊 很簡單 這個叫負回送啦 負回送 好 那 OP 奧普在做負回送的時候呢 其實 從這裡大概就可以 你們從這裡就算 因為慢慢算慢慢算 算到最後變成負的 R2 分之 R1 這個很簡單就可以這樣算 那其實還有更簡單的算法啦 有更簡單的算法 我們等一下會來教一下 會來教一下 以這一點來看的話 你算了這麼久喔 算了這麼久 可以嗎 算了這個上禮拜已經有講 所以不用再講了 好 算了這麼久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 這麼困難喔 也沒有那麼困難啦 這邊叫做 V D 點 有沒有看到 V D V D就是交這一個 減這一個的詞嗎 V D 乘以 A 就是等於什麼 V O 對不對 你怎麼這樣講 對不對 V D 乘以 A 就是等於 V O 你這樣算是不是 V D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V O 你這樣算是不是 V D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V O 你這樣算是不是 V D 乘以 A 乘以 A 乘以 V O V D 乘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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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 可惜恶物的電流電力知道嗎? 還記得嗎? 這一點叫做V1什麼? 奧對不對? 這一點叫V1A點對不對? 這一點叫V1IN對不對? 這邊流過去的電流是怎麼算的? V1IN-V1A除以什麼? R2 好! 這個進去這個出來 這個進去出來等於什麼? 出來就是這邊流過去了 等於V1A 減掉什麼? V2 除以什麼? R1 一下子就可以將V1跟V2的關係算出來 這樣是不是? V1A點什麼? 0啊 是不是? 沒有 好 等於0就簡單了 算了那麼久齁 就用這個簡單的算 所以V1IN除以R次等於 負的V2A 除以什麼? R1 所以V2A比V1A呢 等於負的 負的多少? R次分之什麼? R1 你看 有簡單嗎? 這樣算就好了 然後我們從前面搞那麼久 來喔 所以 虛接點這個概念很重要 虛接點有時候在 算這個 這個時候非常重要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怎麼辦啊 你看這裡R2 這裡R...R什麼? R1 這裡是R2 這裡是R1 那這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來 我們來目前所學的這個樣子 利用虛接點的概念 其實電晶體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可以 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是R2 這是R2 R1 對不對? 好 利用這個概念喔 利用這個概念喔 來求 來求什麼 V1 V1 V2 跟V0的關係 快點 算看看這一題 利用這個概念 利用剛才講的概念 這個R2 這兩個一樣喔 R2 這兩個都是R2 R1 就是R1 來算一下 V1 V2 跟V0的關係 快點 好 這邊是負 這邊是正 大概 是不是這樣? 是這樣嗎? 這個是R1 這是R什麼? R2 這是V1 V2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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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R2 這個是R1 好 很簡單啊 這V0 這裡這麼簡單 算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算 這邊 這邊對這邊 這邊VG等於0 所以這邊的壓降 這邊的壓降 因為這邊流出去的電流 等於就啥? 0 所以這邊壓降 是不是等於這邊壓降 聽到吧 這邊壓降怎麼來的? 所以這一點 我們假設A點 這一點 假設B點 這樣可以嗎? 所以 VA點的電壓是等於 V2 乘以R1 加R2 分之什麼? R什麼? R1 R1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從0 上來到這裡 到這裡 這邊叫做V2 這個 隻到這 沒問題 有 放出 這個 這個 直接 看 就是 知道嗎? 沒有 真的 看 這兩個是一樣的 沒問題 представ 這兩個是一樣的 知道吧 你說 所以這邊是不是正邊的壓將 這邊的壓將等於在那裡 那VV點的壓將等於什麼 VV點的壓將也很簡單 VV點的壓將等於是V1加上 V0-V1乘以R1加R2分之什麼 R2 所以V2乘以R1 相等... 所以V2乘以R1 V1加R2分之R1 Equal什麼呢? V1加上R1加R2分之R2的V0 再減掉 減掉什麼? R1加R2分之R2的V1 不是嗎? 記得嗎? 這公式安家嗎? 安家嗎?對不對? 對不對啊? 所以變成 變什麼? 這個把它加一下就好了 V1加R2分之R... V2等於什麼? 這個減這個嗎? 所以變成R1加R2分之什麼? R什麼? R1的V1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加上R1加R2分之R2的V0啊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好,這個一過去把它提出來 R1加R1加R2分之R1 V2-V1 對不對? 等於什麼? R1加R2分之R4的什麼? V0嗎? R2分之R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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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R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你自己刷看看 也可以喔 不會你 這個A倍來看 來 可以同學刷看看 來 A倍 不要以所謂的C接點來看 來 自己刷看看 快點 這一個電壓就知道誰 這一個電壓就知道這一點電壓 這一邊減這一邊 有沒有 這一邊減這一邊 乘以A等於VR 對不對 這個算出來的最後答案 還是會等於這樣子啊 我告訴你好不好 馬上算看看 快點 給你們兩分鐘時間算看看 好 會算的這一題 放在課本兩百七事業 加法器 就是你們講的 加法器嘛 快點 講一下 兩百七事業 加算器 有沒有看到 這是加法器 來 算看看 快點 兩百七事業 這一題 算算看 兩百七事業 兩百七事業 加法器 兩百七事業 加法器 算Vout跟Vint的關係啊 加法器 好 這一題要怎麼算齁 這個你們老師應該有交吧 加法器啊 有 我不知道他怎麼交的 我現在交一個簡單的方法給你們算齁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點A點在這裡對不對 所謂Va點壓這樣等於多少 你 這一點叫做V2 這邊壓這樣等於你 所謂這邊流到這邊的電流是多少 V2-Va除以R2 這邊叫做所謂的這邊流進去 這邊流進去對不對 再加上 加上什麼咧 V1-Va除以R2 這邊是不是這邊的電流 等於這邊的電流 等於這邊的電流 那這樣算一算就好了 因為Va等於多少 Va等於0 所以答應去 所以R4分之什麼 V1加上 R2分之V2 等於什麼 2的 R1分之什麼 V0 我看到嗎 所以就得到 所以就得到 得到什麼咧 得到 V2 V1 等於什麼 R2分之 R1 要負對不對 是不是負的 V1 V1 V2 負的 負的 TANTIVA